最后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就是有关于这个秦刚的这个事情 我们这些人一讲这个事情 是因为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都在发生当中 我先去回来讲这个赵小兰赵安吉的事情 我就很快讲一下 就今天这个麦康诺 我讲这个就是一个谣言 就是八卦 就是自媒体的八卦 把这个事情渲染了一塌糊涂 然后让大家完完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这事实 事实 我不知道说真相 不知道事实 然后把事实都睁开掉 那赵小兰 她的最小的妹妹赵安吉的叙事 这件事情细节我都不必再说了 我只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周围赵小兰 或者是说麦康诺 这种国家领导人的事情 他们对于处理这些事情 是非常谨慎小心的 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那个隐瞒的话 很快就有人把它挖出来 唯一这个媒体不去深究 不去追的事情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些家事 私人的事情 你就不要再多问了 这个基本上美国媒体是尊重的 是尊重的事情 那么就赵小兰 赵安吉这个事情 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幸的事情 50岁年华正芳华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事业也很好 都好 都非常好 那带人 我们跟他来接触 带人都非常客气 有礼 真的是一个大家归寿 也是啊 也是一个除了赵小兰之外 也算是这个华人女性 这个一个偶像 一个典范 年轻的女孩子 都可以从他那边学到很多事情 等等的 这都没有问题 但他的过去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赵家发了一个声明 就是说这是一个意外死亡 一个car accident 就这样子解 我想这里头 大家看到的话就知道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家里有事情 就不要再多问 但是这件事情 在自媒体上呢 就轩然 一体轩然大波 阴谋论 阴谋论 各方面都有 我先跟大家报告这个事情 这种阴谋论的 这个始作俑者 跟背后的这个动机呢 我直接讲明白了 就是要把麦康诺拉下台 在最早所放出的这个推文里头 是英文推文 我就不讲这些人了 这些英文推文里头的人 就一定要把这个赵安吉 说成他是共产党员 他是高级共产党员 就是要把这个事情 把赵安吉跟麦康诺的事情 贴在一起 然后来打击麦康诺 说他是跟共产党有关系的 又把他这个家里其他的人事情 都弄在一起 这个目的就是隔山打牛 就是基本上是要抹黑 跟抹红麦康诺 就是这样子的目的 就是这样子的目的 事实上其他都没有任何 全部都是这个瞎猜 乱七八糟 胡扯 虽然他们没有这样子的 不知道是在帮别人 在这个卫虎作娼 但是事实上就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今天再来讲 今天麦康诺可以在这个 参院的这个议长上 很明白讲出来 我们家里有一件不幸的事情 就是这个 我的妹妹Angie 就过去 他能这样子公开讲 就是完全不怕你 粉碎你所有外面 乱七八糟的谣言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点要讲的 那第二点就讲到 这个秦刚的问题 那秦刚到底死了没有 今天很多标题都做来说 秦刚没死 那秦刚本来就是没有死啊 当初为什么秦刚会死的原因 是因为英文媒体写的 英文媒体怎么会写这个事情 那中文媒体 为什么要跟着去创呢 就犯了百分之百的重阳症 认为说洋人所说的就是对的 可是你如果认真去看 当初这个所谓的Poligo 它在欧洲版 这是美国在华府的一个网站 政治性杂志的网站叫Poligo 它在欧洲版 它发了这条新闻 这条新闻主要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是王毅 本来这个 本来这个 在那个时候 在2023年前后的时候 欧洲跟这个西欧 西欧跟这个欧盟之间 跟中国闹得很不愉快 到底欧洲也觉得你这个 中国做得太过分了等等 所以本来秦刚跟欧洲之间 这个欧洲的欧盟的外长 本来就准备要互动了 结果突然之间秦刚出事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停摆 停摆到最后情况 就是王毅接手之后 王毅去欧洲 所以王毅去欧洲这个事情 当然对欧洲来来讲是件事情 所以他们当然在这个 王毅到之前就写了一些 一些起身炮的文章 其中一天起的 有一篇文章就是这个 Politico欧洲版 他提到秦刚死了 他没有交代任何来源 也没有交代任何说法 而秦刚之死或者没有死 这个早在去年6月的时候 秦刚出事的时候 中文的媒体 中文的微博微信 还有这个什么 包括自媒体都已经 铺天盖地的都讲说 这个秦刚出了问题了 有人说他已经死了 有人说他被在这个酷刑 严打酷刑 有人说他死了 所以这个小道消息 乱七八糟都在传的 没有一个正式的消息 那隔了快两个月了 欧洲这个媒体 才从中文媒体中间 扒出出来 去找些资料 写出来说 据报道他可能死了 就这一句话 结果被中文媒体挖出来 说欧洲媒体报道说他死了 那简直是莫名其妙的 这个事情 这对大家产生很多误判 好了 那昨天就正式出来了 正式出来什么呢 昨天当然我们知道 两会就要开始了 大概还有十天不到了左右 两会就要开始了 就是中国的人大跟政协会 要开始 这是中国人每年的政治大戏 那么在这个之前 做了很多的准备 然后开了第八次 上一届的人大委员会 人大委员会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其中就有一些 任免的官员的事情 其中就有一条出现 任命了好几个 任命跟罢免 罢免的这几个 好几个所谓人大会的 其中就有一个黄刚 二是一个秦刚 秦刚被任免 秦刚是辞去 照原来的说法 是辞去天津 天津人大委员会 批准了秦刚的辞职 你批准他的辞职 然后因为他已经不是 天津的人大代表 所以他自然当然就没有 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等等 所以很自然就把秦刚就除民掉了 但是他最重要是他的辞职 所以辞职这个话来讲 他们是说死人不会辞职的 所以证明秦刚还是活着 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有关于秦刚死的这个事情 在过去存到出来 被迫这个标题被做秦刚为死 这种是很荒谬的事情 就是说这种人 就是在有些媒体 在撰雪新闻报道的时候 他不知道前言后果 然后自己就 自己就乱下结顿了 就讲这些标题出来了 好了 那这件事情说明什么 秦刚没有死这件事情 没有死 但是辞职人大 所以可以说明什么 说明就是说 已经见到悬上不得不发了 就是说 马上就要开两会了 有很多这个人事上的问题 你必须要解决 其中有些难题 你必须要解决的 要检讨 要解决的 要做个结论的 其中现在来讲的 就是秦刚的事情 还有李尚福的事情 这些事情当然 他们可以做 当时如果事情出来的话 可以把这两个人 为什么被解职 或者为什么 出了什么问题的原因 交代了清清楚楚 但是中共的做法 上来就没有人知道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宣布 到底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事情 最后的结果 只有逼到最后一分钟 来宣布他们做了 对他们的这种 行政上的处分是什么 但是还是没有告诉你 他们到底做错什么事情 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这个事情 是到了最后一秒钟 所以一刻 他必须把这一任的事情 解决掉 所以他把这两个人说出来 那么说出来 还有就冒出更多的问题 问题大家注意到 我不是中共专家了 但我看大家注意到就是说 秦档到现在为止 他的中央委员身份 还没有解决 他的党里的位置 中央委员身份 还没有拿掉 他的什么 富国籍 还有有关于 还有政协 还有这些人大 还有其他的职位等等 被拿掉了 这是属于国家的 政府的位置 但是党里的位置 他作为中央委员 没有拿掉 李尚福也是 李尚福还是中央军 中共中央军委的成员之一 也没有拿掉 所以说 意思是说 他们在政府的位置都没有了 在党的位置还没有解决 那党的位置还在 表示他们人还在 至少这张推断是没有说明 好 那他们在党的问题没有解决 党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那是说明什么 因为有一件很重要事情的摆在这边 就是三中全会到现在没有召开 我们知道美国 每中共 每开完一次全国代表达会的时候 像这次二十大 开完之后 基本上习近平就是三任了 那么开完之后 马上就要举行一中全会 就是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全会 叫一中全会 然后隔年二中全会 然后再来三中全会 那么现在2024年了 2023年 照理讲 照理讲二十大结束之后 到去年的秋天 就是9月10月的时候 就应该要开三中全会 党里头事情要做一个整理 要做一个说明 里头有包括人事在内 党里头的人事 还有党对未来的规划 要形成什么决议 通过什么决议 这个对中共来讲 他们是以党治国的 全部就是一党专政的 所以党说什么是很重要 所以党的会议三中全会 一直没有开 表示是说最高纲领没有下来 大家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等这个命令的东西 等不出来 这说明什么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三中全会 开不了呢 那是说明什么 里头问题很多 没有共识 那没有共识是什么意思呢 是对谁没有共识 是对什么事没有共识呢 这个不约而同 都指向只有一个人 就领导人 就是党主席 就是习近平 所以现在里头 有好多的传言都说 就是说 对于三中全会 里的若干决议跟若安做法 有人不同的意见要进去 比如说 你跟美国的关系 是不是要检讨一下 你这个闭关锁国的东西 是不是要检讨一下 就有好多人认为说 你现在 你跟美国切断 这样子的关系 遭到全世界人的报复 那这个政策是不是要改呢 那这个改 如果要改 这个话怎么说 又不让习近平丢脸呢 不知道 现在可能卡在这个地方 还有其他不同的 国内的政策方面的事情 或者是 他们现在还包括国家 这个中共未来的路线 怎么办 你国家走到这一步了 经济衰调 人民这个工作 工作大量减少 然后股市垮 这个房价垮 外销垮 这个外资撤走 然后这个GDP全面下降 没有一个是好消息的 那国家走到这一步 难道不该检讨吗 难道不应该有新的方向出来吗 那这个东西没有人敢讲话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卡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为什么卡在这个地方 所以三重集会开不了 三重集会开不了的情况下 包括秦刚这些人的职务 就没办法决定 就没办法给他一个正式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把他注销也好 或者把他取消也好 所以从这几件事情反映出来 现在三重集会开不了 马上就要开人大了 你三重集会开不了的话 怎么办 那说明什么 说明就是现在的这个 主持这个政局的人 有问题了 他的治理能力不问题 党里头不服他 他遇到党里头挑战很大 还包括军方 对他挑战非常大 这些所有的整整滴滴 摆在一起 我们就知道嘛 对不对 如果今天公司要开个会 明明要开会的 下午三点开会 或者是下个礼拜三开会 就是开不出来 为什么开不出来 不是这个到没有到 这个那个没有到 或者这个报告没有弄出来 或者这个报告里头 涉及到钱的部分 没有办法理清楚 反正就是就是没有办法开这个会 即使你下达这个开会的命令 所以这个说明中共今天 是很大的问题在里头 这个问题本身就在 就在洗里头 至少现在外面的看法 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习近平今天这样子做 已经让中国的整个发展 党政军经济下来 基本上都已经停滞了 这个也是情况非常严重的 因为每个国都 每个国家都在往前跑 都在往前跑 好 这个是大概今天 我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好 我们再有机会 跟大家再次进行报告 好 谢谢您收看 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